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歡迎參加線上研討會 今天要與大家分享 宇章科技公控SSD解決方案 如何助攻武軍內Walking 這是我們今天的 Agenda 首先會對Marki做一個簡單的Overview 再來我們會跟大家介紹 5G內Walking的一些面臨的挑戰 再來是我們宇章科技公控SSD 如何助攻5G內Walking 接下來我們會分享一些我們的案例 最後讓大家了解一下 我們Appacer的優勢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5G會比過往幾代通訊技術更受關注呢 主要原因是 5G更想滿足產業發展的需求 且應用面更廣泛 它的三大特性 超高速、低延遲、多連結 是可以讓工業領域 從傳統的工業時代 往智慧時代邁進 5G到底有多快呢 一部一小時的4K影片 以4G網路下載時間 約需3到5分鐘 但若是採用5G網路 不到10秒鐘就可以下載完成了 如此的高速 可以加速實踐AR、VR 原語中的應用 而另外兩個特性 多連結和低延遲 主要是協助企業 端加速數位轉型的應用 如大家常聽到的智慧工廠、智慧醫療、智慧程式、自駕車等等 加速了物與物的連結 一切接拜晚定的5G網路才能夠實現 現今各大企業無不積極進行數位轉型 現在談的數位轉型 已經不是早年將文件電子化 或是取求性人與人的連結這類而已 而是更進一步的萬物聯網 Internet of Everything IoE 工廠設備、醫療設備、車子等等 但要達成IoE 首先一定要有可靠性的5G網路設備 才得以將即時收集到的資料 往後傳輸到後端做大數據分析及AI判斷 這些設備包含從5G電信系統 All Rain架構裡的CU-DU系統 到企業網路所採用的 SD-WAN、Firewall、Lauter Switch等等 重要的網路節點 都是需要高可靠性及高耐用性 因此如何維護設備7×24小時持續的正常運作 減低駭客入侵的風險及遠端設備管理 將是重要的課題 接下來我們將歸納一下 5G內Walking所會面臨到的挑戰 有哪一些呢? 首先設備在戶外 遭受到集團天氣及空污所造成的挑戰 網路安全、Cyber Security、 壞客入侵、篡改氛圍、破壞資料等等 是大家最擔心的 另外5G大量的資料及小檔案LOG的寫入 對儲存設備耐用性的挑戰 最後網路設備皆大量部署在全球各地 如何做到遠端管理及災難性備援 將會是個重要的課題 接下來讓我們一起來了解 雨沾公控SSD如何助攻5G內Walking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設備在戶外遭受到極端天氣及空污所造成的產品失效問題 我們提出全系列採用原廠正寬溫顆粒SSD及抗硫化SSD作為解決方案 而5G大量的資料及小檔案LOG的寫入 對儲存設備耐用性的挑戰 我們提出High Endurance SLC Likes作為因應 另外網路安全、駭客串擺分位等風險 我們提出Sign分位SSD來加以應對 最後導入雨章Cloud Series及Cold Snapshot 1秒還原機制 即可做到網路設備上的SSD遠端管理及災難性備援 接下來讓我們更進一步了解各項雨章所提出的解決方案 首先要介紹給各位的是雨章抗硫化SSD 是業界第一也是唯一通過AMSI ISA71.04空氣腐蝕規範的G3等級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被客戶要求 您的電子產品在終端環境必須存活3到5年了 且同時需符合AMSI ISA71.04空氣腐蝕規範G3等級 在現在全球日趨嚴重的空氣污染環境下 若室室內或室外的空氣品質有較高的硫氣體 如硫化氫與二氧化硫 將容易造成電子設備腐蝕 進而影響使用壽命 而且這樣的空氣腐蝕嚴重程度可以分為四種等級 包含G1、G2、G3與GX 那何為這些等級的區分呢? 這樣子的測試是藉由使用一個已經處理過的 純銅跟純銀的金屬飾片 暴露在中端環境一個月的時間後 這可以從金屬飾片裡面測得的空氣傳播污染物的 蝕蝕厚度跟速率來判斷 而G3等級就是在30天內會產生 就是銅的蝕蝕2000i 及銀的蝕蝕2000i 這樣子的嚴苛等級 表示說它的環境 空污環境是十分的嚴重 而雨沾科技的產品就是能夠在這樣子的環境 不產生失效的一個狀態 那我們在這個ALSI 在ISA-71.0-4的測試 主要進行兩項的加速蝕蝕試驗 第一個試驗是屬於硫磺蒸氣試驗 第二個試驗是屬於 吻合性流動性氣體的試驗 在硫磺蒸氣的試驗 主要的蝕蝕氣體是以硫為主 主要是針對銀蝕蝕來做測試 而混合性的流動性氣體 蝕蝕氣體為硫化氫跟二氧化硫等等 主要是適用銅的蝕蝕驗證 而宇瞻的抗流化SSD 都是經過兩項測試 可以得到G3等級的驗證 接下來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High Endurance SLC Lite X 這一個技術 大家可以了解 其實在這個NAM的使用上面 目前業界有使用三樣的NAM Flash 第一種為SLC 第二種為MLC 第三種為TLC 核位SLC就是所謂的Single Level Sale 那MLC就是Multi Level Sale TLC就是所謂的3 Bit Per Sale 那主要的概念 其實就是一個Sale裡面有幾個bit 那其實當然它的這個Sale的bit 越少的話 其實它的穩定性跟耐用性會更高 但是相對的它的成本也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如何要兼顧成本和耐用性 在這個TLC的產品上面呢? 我們就導入了SLC Lite X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我們可以讓TLC 讓它模擬成SLC的這個1 Bit Per Sale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如此一來就可以加速延長 這個TLC的這個耐用性 那主要我們這個做到的技術呢 是透過三樣的一個程序 第一個我們會挑選 挑選就是比較強固性 就是耐用性比較高的NAM 再來我們在分位的Algorithm上面 我們會做一些優化 接下來我們會在就是 就是對於NAM的這個Aero Handling上面 會做一些加強 如此一來 我們可以讓我們TLC的產品 透過SLC Lite 可以達到100K次的Endurance 那大家或許不了解說 那一般的TLC它的PE cycle是多少呢? 其實如果是以一般消費性的產品的SSD 可能它的PE cycle只有300、500 這樣子的一個次數 但是屬於工業用使用的SSD的產品 客人要求極高的耐用性 所以就可以考慮採用 我們這個High Endurance 100K次的 SLC Lite X的這個3D系列一個產品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SLC Lite X的Advantage 主要它的Endurance可以到100K次 等於是一般SS3D、SSD產品TLC的 將近是33倍這樣子的一個高幅度的成長 而在這個價格上面呢 卻會比SLC再少86% 所以相對的它是一個非常適合導入 就是Networking需要高耐用性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接下來再跟大家介紹我們Sign PhoneWare技術 我們Sign PhoneWare主要有兩大精神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確保我們SSD裡面的PhoneWare 是屬於我與自然授權的合法所提供的 而可以保證說是沒有受到就是網路上駭客的入侵 這主要會展現在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就是每一次我的SSD開機的時候呢 從Bullloader這個部分就會先確認 準備要把它就是Low進去的PhoneWare 是不是我與自然所認可的PhoneWare 在這個階段就會做第一階段的確認 等到確認這是屬於我Pacer 就是認可的SSD的PhoneWare 它才會做一個開機的動作 我們稱這時候會叫做Secure Boot 那在第二個部分會運用到這個Sign PhoneWare的機制 就是有時候我們在公共的產品 有需要做一些就是遠端的這個PhoneWare更新的這一個動作 那在這樣子的動作呢 如果當今天我們把這個我們的新的PhoneWare傳輸給客人 但在這個傳輸的過程中 有可能我們的PhoneWare會被High客 就是讓他做一些竄改的動作之後 然後再投放給客人 為了避免這個問題呢 當我們今天把這個PhoneWare release給客人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做一個Sign Inge的一個動作 當到客人端的時候 當今天他在這個Upload這個 Update這個新PhoneWare的時候呢 就是會透過這個Sign PhoneWare的機制 做這個分位的確認Authentication之後呢 才會如實地把它這個更新上去 確保說這是沒有被篡改過的 然後是我語讚授權提供的 然後這個機制是什麼樣的一個動作呢 主要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一個Creation of Sign PhoneWare的一個流程 一開始呢 我們Pacer在有一個新分位的版本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分位做出來之後呢 會同時產生這個 RSA的Symmetric的一個Key出來 PrivateKey跟PrivateKey 然後產生出來之後呢 我的分位首先會使用 SHA256bit的這個Hash的Algory人 做一個Hash Code 那同時呢 PublicKey也會做一個Hash Code 做完之後呢 我們這個PrivateKey的這個 用一個它的Primary的這個Code 我們會對這個上面的這個Hash Code 做一個數位前掌一個動作 去代表說這是我語讚所認可的 所授權的一個分位 然後呢 把它整個打包之後呢 成為一個Digital Signage 整個包含我的PrivateKey Digital Signage 還有分位呢 整個就會漏到我的SSD裡面 這樣子我的SSD裡面 就有一個Sign分位的Certificate在裡面了 所以當每次在做Secure Boot的時候 就會做確認 我的PrivateKey就會做確認說 這是不是我語讚合法授權的分位 做開機的動作 另外呢 當今天剛剛提到的就是說 當我把這個包好的 這個新的要update的分位 傳輸到客人端的時候 它開始就會做一連串的一個確認動作 首先呢 當今天把這一包東西提供給客人的時候 首先我們就會把就是這個分位的部分 就是Hash Code先把它Decrypt 然後PublicKey也會把它Decrypt 然後Decrypt的時候 就會做一個比對的動作 如果這個Hash Code是一樣的呢 表示我這個分位是沒有被傳改過的 它的一致性完整性 是可以被擔保的 那我的PublicKey也是一樣 就是會做這樣子Hash Code的一個確認 到確認都沒有問題的時候呢 那我的PublicKey跟我的分位呢 就會準備要Low進去的我的SSD裡面 這個時候呢 我的PublicKey就會去跟我這個SSD裡面的數位簽章做比對 如果是被我雨瞻認可的這個PublicKey的話 這個時候我們才可以把這個分位把它更新上去 如此一來就可以確保我們的分位 透過這個Digital Sandwich的這個機制 三眼分位的機制呢 就是可以保證是沒有被這個駭客所傳改 也不會發生就是資料被破壞等等的一些憂慮 那接下來呢我們再提到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一個挑戰就是 其實有一些偶大部分的網路設備呢 都會大量部署在這個全球各地 那我們如何做到這個遠端管理跟災難備源呢 就可以透過我們Cloud Serious Code Snipshot這樣子一個技術 那首先這是我們Remote Device Management的一個Total solution 透過我們FSV25C的Cloud Serious SSD 跟我們的DBS Cloud Addition再搭配Code Snipshot 就可以完成整個遠端的Device Management的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在我們這個DBS的Solution裡面呢 有一個Code Analyzer這個機制 我們這個Code Analyzer呢 首先就是因為現在就是一些 五軍新應用的這個網路設備 那常常有一些客戶呢 他可能並不了解說 他這個寫入行為是這個host的behavior是怎麼樣 他可能不知道要如何挑選這個SSD 這個時候就可以透過我們Code Analyzer的機制 就是去了解就是客人他這個寫入的行為 他的read他的write的比例 他的host behavior operation behavior 是不是有常常做一些flush的動作 這個host的這個整個的這個狀態 都可以讓我們去了解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挑選適用的SSD給客人 另外我們也可以提供讓客人了解說 客人這個behavior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做一些調整 可以對整個系統比較好 這是我們屬於一個Code Analyzer的一個機制 那接下來呢在我們的這個cloud的這個portal裡面呢 我們有跟就是演化還有跟奧倡雲合作 做一個central console的SSD的一個monitoring 雲端的monitoring的一個功能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monitoring的功能呢 我們可以知道SSD的highest status 跟detail的就是average erase count等等 還有說是不是容量已經不足了 那如果若是發生就是 今天有一些比如說SSD中毒了啊 然後或者是OS當機 我們也可以透過遠端去做一個recovery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發生了一些就是potential的一個value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Line也可以透過這個email 來做一個即時性的通知喔 那在alert的部分呢 就是如果在highest status 如果今天這個SSD 其實它的pe cycle已經到了一個警戒值的話 我們就做一個alert的動作 另外還有就是說如果SSD不能夠detail 或者這個disk的space已經不夠了 我們都可以做這個通知喔 那另外還有一些notice 也可以提供給客戶使用 比如說他多久沒有backup 這SSD多久沒有backup 那是不是該要進行一些backup的動作了 這個我們都可以去設這個提醒的一個功能喔 那這邊就提到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在耐性備援的coast never shot的這個技術喔 這個技術呢 我們是可以快速的去備份跟recovery整顆SSD 包含data還有OS喔 包含data跟OS喔 包含data跟OS 那整個呢其實絕對不會有相容性問題 因為我們這是做過分位做處理的 所以任何的operating system 我們都可以支援 然後我們這個備份跟還原 只透過一秒就可以完成 不像坊接的一些軟體喔 你必須要等待大概也是要耗幾秒的時間 才能夠做復原喔 還有做這個備份 所以這是我們很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針對一些即時的災難性的回復 我們coast never shot是一個最好的一個solution 相信以上大家對語彈科技工控SSD應該有一些了解了吧 那我這邊做一個簡單的一個summary 就是在戶外環境的這個空隙污染的部分 我們有抗流化SSD 可以提供這個解決方案 那針對需要high endurance的這個應用 我們有SLC Lite X的產品 可以提供給各位 那再來就是針對網路安全的部分 我們有sign firmwareSSD的一個技術 可以作為因應 那另外在這個遠端管理及災難性備源 語彈科技我們有提供Cloud Serious Code Snapper Shop的技術 給各位做使用 那接下來呢 就分享一些就是我們的案例 讓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好 首先呢 這是我們這個5G Switch的一個案例喔 那這個案例呢 主要是因為當初這個5G networking 剛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客人端呢 其實並不太了解 他們該使用什麼樣的SSD 該採用選什麼樣的顆粒 或什麼樣 需不需要低潤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在SSD裡面 所以呢 我們就透過co-analyzer的這個技術呢 去了解就是客戶端它的host behavior 然後來了解說 其實我們分析到 它是屬於一個right intensive的一個應用 而且檔案都很小 是小於4K這樣子的檔案 所以呢 我們就認為說 其實是需要就是可以採用我們SLC Lite X 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作為一個加強 那另外呢 客人也需要這個SD卡 那其實一般的SD卡呢 是沒有所謂的這個 smart的這個information可以做參考 你並不知道說 這個SD卡 是不是它已經快well out掉等等 所以呢 我們就提供了我們這個公共的SD卡 而且它是R1-N呢 是屬於page mapping的這個分位的這個algorithm 就是對於endurance也是有一些加強的效果 所以呢 我們透過這樣子的一個co-analyzer 還有sign分位 還有這個SLC Lite X的技術 就幫助客人就是成功的導入在他們的5G switch裡面 那接下來的這個案例呢 是屬於5G的base station 那這個5G base station 它主要是屬於DU的應用 那它需要在outdoor 是要24乘7 乘7天這樣子 不間斷的這樣子的運用 那這樣子的運用呢 其實它的資料量其實也是非常小的 小檔案的一個寫入 所以說呢 它對於endurance 其實也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一個需求量 所以呢 我們也採用了就是我們的SLC Lite X的這個技術 給這個客人 那另外因為它是戶外 所以有可能會受到這個空污的環境影響 所以客人就認為 也認為說 其實這個抗流化這個技術 對它對這個產品的失效的這個狀況的部分 是可以讓它減緩的 所以它也認為說 其實我們這個抗流化是它所需要的 所以我們就也導入了這個抗流化的SSD 給這個5G的DU的這個客人 那這樣子的一個成功的一個案例 也可以讓大家做一個參考 在這個抗流化的產品的這個選用上面 那這個案例呢 5G wireless network 它也是屬於物外的 那它的主要特色是 其實滿少的客戶是會採用這個 USB的這個介面 那這個客人呢 因為其他的這個介面 像是SATA這個部分 他們想要拿來是做 就是Storage的一個儲存 大量資料的儲存 所以呢 它OS的部分 就選用了這個USB的這個interface 那它使用這個USB的interface 它因為我們又是embedded在裡面 客人對這個rugged 還有這個reliability的部分 是非常重視的 所以呢 我們跟它討論了一個客製化的一個connector 可以加強這個就是緊密性的這個 鎖附的一個動作 可以確保就是我們的這個UDM的SSD 跟客人的這個板端可以緊密的結合 所以我們做這樣子的客製化 另外還有在分位的部分 我們也做了一些GC的調教去符合客人這樣子的應用 所以這個完美的成功案例呢 我們導入使用了這個抗流化的技術 還有我們這個客製化hardware 還有客製化氛圍的部分 在我們這個客人的5G wireless networking裡面 那最後呢 來跟大家一些簡單的介紹 我們雨戰科技的優勢 其實我們雨戰科技 已經在這個公控領域 已經有20年的一個時間了 那其實我們的客人在這個工業領域 其實有很多的應用 像是不管是Defense、Networking、Gaming等等 那其實有很多的T21的客戶 也都是我們一直以來長久合作的一個partner 那再來就是我們在這個 我們有自己的就是分位還有hardware的一個hardt團隊 所以如果說有一些遇到一些 因為在公控上面最常遇到就是一些相容性問題 還有板斷一些客製化的一些部分 那這個都可以透過我們雨戰科技的這個rd 就是分為hardware的團隊 來做一個全力的支援 而且就是我們全球在各地也有就是local的FAE 可以做一個問題處理及時的一些回覆 所以這個對於公控客人來講 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service 那另外就是在公控的領域部分呢 其實產品大客戶就是一旦導入之後就不能做一些變更 但是總是會遇到有些是分位或者是NAN上面support 或者是controller support的這個supply的這個延續性問題 所以呢我們一定會就是issue就是PCN還有EOL later 跟last time by 給客人做一些即時性還有就是產品備貨的一些處理 就是可以提供這樣子reliable的service給客人 那所以說日後其實大家對於就是industrial的SD 有一些使用上的一些問題呢 也可以來跟我們做一些討論 那謝謝大家今天參加我們這個線上研討會了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在這個寫訊息給我們 我們會做一個立即性的恢復